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 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和大家一起 探渡一些近日香港的事情 或者一些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那我们香港出路这个网上电台的节目的 就是为香港是尋找一条真正的出路 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那我们不是希望 只是和大家一起大时批评 政府 某机构 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得不好 那大家发泄一轮就算的了 我们希望是能够深入一些讨论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 那随而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和建议我们香港人 每一个人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令到这个问题能够真正解决呢 那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那个当事人或者那位特首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呢 你自己会怎样处理那件事呢 那好了 那今晚呢 我们就非常之高兴啦 那今天人呢 就又比起来齐全一点啦 那除了我之外呢 有王岸言啦 金永妍啦 和李永康 那我一起呢 就会讨论一个 我相信大家都香港在热烈探讨着 大家讲着这个课题啦 就是我们最近的特首施政报告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就说 今次的特首施政报告 能够帮到香港多少呢 那就是我都知道呢 就是如果我们说帮不帮到呢 很难讲 那我们就讲是能够帮到多少呢 好了 那原来呢 就好像今天早上 昨天出现的 好像今天的事来的 那原来今次施政报告 都有人做一个民意的调查的 那一向是香港的 那个民意研究 那个研究计划主任 中庭耀博士呢 一直都做这方面的调查 他说原来呢 今次那个施政报告呢 那个满意程度呢 是可以说97年以来是最高的 那即其他多少分呢 那原来他说呢 今次的评分呢 有成65.2分 那较过去年那样呢 55.8分为高 那但也都略略低于 他05年上任后的首任报告的66.4分 那即是说呢 那即是第二高 不是最高 那这个满意程度呢 或者我们看看我们在座几位主持 即是怎样提 首先同不同意这个平均 这个民调做得太快 应该听一下封烟 听一下评论 那些评论 即是你市民如果听多 过了两天 那就立刻不同了 那些观感 没人说给他听 医生你说帮香港多少 我起码帮香港几百万一年 即是可以省两个位置 如果说法律天 应该省三个位置 三个位置即是多少 即是几百万一个月的 几百万一个月 即是他起码帮香港 省两千万 为什么呢 那他做了这个财政司长 要做的事 包括发行债券 发行伊斯兰债券减税 这些那么重要的事 派钱都好像派了些 他说了 一向施政报告都不是很 财政司长做什么 加税减税 不是今天减给你的 差响的 一定是4月1号开始 如果你减税 有什么理由 都未到财政领导员 今天已经先说明年三月 有什么事要说 这件事最少不用先说 最少是财政报告 那是不是 谁的工作 可以不需要 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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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做过财政司 当年做足六年的浪来料 骗人骗足六年 我计算过 最准那次都差240亿 是96年的 是英国人看着 他都估错了200多亿 就是不准的 最多年是差500多亿 就是估不中 那么多经济学家 在他背后 有些人在后面 帮他猜 每年都猜不中 每年都猶来料 所以他说 没钱的时候 就有几百亿盈余 他说有盈余的时候 就虚了几十亿 可能有幻意识 为什么呢 不知道 他是乱来的 其实你看他这么多年 我提到 其实我寫个文 每年都要看着 那些财政司很差 年年都猜不中 那时做财政司又说 金融风暴说 圣诞节就搞定了 明居啦 圣诞中 圣诞中响就解决了 金融风暴 五年都没解决 即是97年 98年那次是金融风暴 金融风暴之后 圣诞节就搞定了 明居来的 那些人很羡慌 幸好你看着 我都不知道他在说 香港的人应该是看以前的东西 最差的是家人工 家人工就交给梁錦松 那就坏了 01年加家人工 即是稍有那年 有点小回春 稍有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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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今年没有搞很多东西 如果搞多东西 这人是大件事 其实他是乱来的 这个挺有趣的 我自己经常都说了很多次 我对经济方面的学问 我们经常都搞不通 有时都很不合常理 用常理去看经济 好像都不合格不入 我一直搞不通 原来不是我们的问题 很多专家 我相信很多大学的教授都加了一些意见 他有一个小组人 帮他一起看 次郎组织 他有一个 专者顾问 他都整个人 我觉得这个问题 不是我们以为 我们是行外人 用常理去看 好像是看不通的 原来所谓的专家 都是看不通的 股长都猜了这么多 差很多成 几十个percent 不是加几十个percent 你看看财务亦年 跟着那一年 说20亿盈余 现在变了500亿 当时是1000亿 所以现在 不是差5个percent 20个percent 他没用的 那钱怎样算 到时候说来浪费 去年就说有50亿盈余 现在变了500亿 1000亿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去年应该减税 你以为今年才减税 好了 看看这个情况 所以为何香港人 要瘋狂买股票 要这么危险 我们这么多专家 政府的专家 都猜到 猜到猜到错了 一般的市民 在这样的股市上 我想是很危险 当然很危险 你估计 为何他的满意程度 会这么高 用表面来看看 这件事我可以回答你 曾蔭权和他一班智囊 他们真的很懂做presentation 他们的表演 真的非常好 我们回想一下 他当时是如何入场 当日 他一入立法会的时候 你看到他那里 你留意到他 是什么 金色布泰 金色代金 黄金派钱 深色的西装 因之之前演过金色aga 实力度个切 我们没讲到 Craft IN dinner 所以σε椅堡的封面 就是金色的 你想想 你总算一下 施浅堡第一行 第一个字就是什么 香港新方向 新方向 有什麼方向? 每個人都問有什麼新方向? 其實他已經說了給你聽 由張鎮群先生,穿著金胎,帶著金袋鎮,帶著黃金年代 那個訊息非常明確,這群人做得非常厲害 要靠你,起碼在沙豬上 立即令人馬大眼睛看,真是有個金色年代 然後,施建部發覺,很多包羅萬有的萬花童 基本上,只要你是人,他都說到一些關於你,也有你的好處 是的,你真的覺得很對 好似有你的好處 好似有,這就是另一條橋 你想想,他只有一個人 張鎮群先生,一個人,一個政府 他不可能捕捉了這麼多不同國業的人 因為這群人,有很多利益可能會有衝突 例如打工仔和老闆,社工和有錢人 怎樣能夠滿足這麼多人呢 今天是不可以的 於是,但他又要令你看到他的時候,頗似很滿足 給一塊東西,我們叫Sugar Candy Mountain 棉花糖即是,有一枝棍,你去到遊樂場 有一枝棍,有個機器發發發,一大塊 有一枝棍,拿著手很滿足 其實只有五斤三十堂 哇,又很大塊,又很漂亮,很顏色 但一咬下去,沒有東西的 哈哈哈哈哈哈 棉花糖,棉花糖的報告 我又有一個,拿到施政報告的簡本 我發覺很有趣 在英文版本,它有三個重點 中文一樣,以基建,帶動經濟發展 以活法,帶動社區發展 以做人,自助理念,推動社會和諧 但它用三個英文字 前面的動詞,都叫Promoting 很特別的一個字 通常我們是不會用的 因為Promoting 即是做什麼 即不是 即是,不知是什麼 簡直是,只有概念 我當然是宣傳推廣 哈哈哈哈 你看裡面的字眼,是積極研究 努力 預期會 最快的基建都是兩年後 最快的基建都是兩年後 2009年才正式開始 即是說,我們有十大基建 即是我們有十大基建 棉花糖,真是很大塊 不過你用心裡咬下去 沒有,消失了 你知道小班教學什麼時候開始嗎? 是09年 是小學一年班 即是年9年有第一 第一班開始 你想想 由一年班 小學一年班 到他中學畢業 是十二年 再加我們現在等多兩年 是十四年後 才真是全部小班教學 哦 他說中學畢業開始 小班教學 嗯 就是 他解釋 如果立即做 就立即不夠班房 一千個班房 不夠 之類 他說不可以全面一直推行 好了 所以中庭耀博士 他立即做民調一定是高的 嗯 多兩天就沒有了 第一 那個印象 通常 我問你 通常我打電話問你 只有三個 一是好 一是不好 一是不知道 一是不知道 咦? 給三個 通常 現在不是這樣 通常 我不要看他的問卷 通常都是這樣問的 一是喜歡 一是不喜歡 一是不知道 如果他這個鋪排 那個民調一定是高的 嗯 所以我可以解釋一下 為何今次民調 還有那個 即是每人都有少少東西 吃到吃到 甜甜的 多人不多 大家都分到少少 即是連老人家七十一歲 都有槍券給你去玩 OK 還有一個方法 做高過民調 是 你給多些錢 做民調的人就可以了 咦? 那我又想到 周庭耀博士 又不是這樣的人 是 都不能去哪 哈哈 我們不知道 真正的內容怎樣 但都 你評分都很好 不好意思 我第一次看這些 這麼詳細看完這個報告 那我一看之後 感覺到 印象上 是喔 很多事情 我們最近香港發生過的事情 那些人的 那些不滿的訴求 他都好像都估及到 有沒有啊 他起碼 他講了出來 告訴你 有少少解決的 我們兩個禮拜前 講的貧窮問題 是 講得這麼詳細 一百三十三百 他沒有說 解決問題 起碼最少 有一個很可憐的公公婆婆 我有七十一歲時候 有五張券去看看醫生 五張券 醫生 如果給了你 那五張券可以做什麼 他說放寬現時的縱緩計劃的 豁滿計算日式 不用計算你有多少錢 交通費的支援 沒有說放寬多少 是 今年十二月實行 還要成立兒童發展基金 即是再負多些錢 學前教育 可能認為做得不夠 繼續做下去 交通費支援實現計劃 今年六月實行 即是 正如 李奧琦 其實他什麼都有少少 即是 我這樣 你不小心看 你不小心看 你以為有 你不小心看 就好像 嘻 嘻 很多事都說得很好 但我不知道他做了多少 我這方面 我不是很留心 政府說了多久 很可能說了過去五年都說這些 而過去沒有做過 那些受惠是最清楚的 在等待那些 那你最等得最心急就是公公婆婆 等他加薪鉗金 所以他便即時罵 給二百二十元分五次 原來還不可以一次用完 傾向 因為他原來沒有說是 准不准你一次用完 現在傾向不給每次用五十元 原來他最大的因素就是 引誘你離開急証室 即是不要去 因為那裡不用付錢 公公婆婆不用付錢 他說等急証室不要輪候那麼多 所以引誘你離開急証室 今天說的 那個門診 那個門診 減輕政府醫院壓力 那你五十元用一次用了多少 你自己用五次 用五次 那五次都要自己加錢才可以玩 如果你說五次都用完 洗字牙都好 原來不是 不然五次 讓你不要用政府的東西 原來都說 其實最多目的都似乎都是這樣 有些評論都說 其實是一個試金石 試一下將來將醫療的重點 推向於坊間 看看行不行 一個小試點 這個好像是蘋果日報 那個 試點 就不是想給錢公公婆婆花 是利用他們試一下 可否引他們離開政府的服務 不是 他試一下用醫療券 引你走人 在一班年齡上試一試 今天都有說 然後再看看效果 再逐步推行其他年齡 可以加上 可以加上 即是他的出發點 不是給錢公公婆婆花 亦都不是想著這個問題 可以解決香港醫療 那個還是十萬八千里 方向都還未對 那都走了一小步 是這樣的 歷史是這樣的 他起碼有一個醫療券 concept 你拿著醫療券 你自己去選中醫西醫體 三個 中醫西醫 脊骨神經科 好像整天都要當到沒有刀 那你多出來說一下 治療有沒有 腰背痛 頸椎痛 百分之九十個人都有腰背痛 減少開刀 已經省很多錢 提都沒有提 那就是在這裏說一下 脊骨神經科 當時你又是會員 其實這個實踐 我自己個人 我都覺得是走了一小步 你知道有時候太多利益的左右 你不可能政府一下子這樣做 給誰上都是這樣 我自己個人看 我喜歡用 今次我比較用一些同情 或者我會少些批判的態度去看 那就是你都 如果你給他分 你都會給得 他有幾種分比 我都沒有機會參加 他不知道多少 他好像說 他怎樣呢 他不滿意率 都是這樣 滿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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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滿意率 這樣 都是那幾個 都是那三個選擇 給分就給吧 給五格 你貼那些 OK 滿意的人 有成65.2 我想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 正如李興 李興 我都和你去看 那 我再想少少補充 要是你知道 我們曾特首是CEO CEO是講遠景的 實際執行是留給一些馬仔去搞的 那他講這個 到處都碰一下 都可以講得通的 他是CEO 那他不是正常跟馬仔爭話說 跟馬仔爭話做 那他講過大圍 怎樣是大圍 清晰連濫藥他都講馬仔 這些都是這樣做的 他有些就說了 但真正落實 他給回馬仔 他有些點是講得清晰一點的 但是大體上 他作為CEO 他都要檢顧國方平衡一點 做老闆是這樣的 就是你最高的特首 五言 五言的藍圖 每一樣都要涉及一點 我覺得都可以的 還有我想補充 你知道 香港始終都是一個講經濟的城市 如果大圍經濟 OK的 過得去的 對政府的要求也都不會太高 也都不需要那麼多的參與 那這個 就是很不難理解 那些人沒有什麼意見 OK啦 過得去啦 好聽啦 就是 都會這樣的 還有 我就反而有兩個point 我就比較有興趣 那個新香港人的concert 什麼意思呢 新時代新香港人 你猜一下它是什麼意思呢 新時代新香港人 什麼叫 新香港人應該會怎樣呢 很多移民的香港人 我呢 我看了一篇文章 是 就是 就是 由七十年代 講到九十年代 就是 香港人的定義 那些去分析 是 譬如 八九十年代 你知道八十年代 是移民潮 跟著有八九 那些 其實我們是經歷著 我自己這個年紀 跟著 八十年代 到九十年代初 那個真的很好 你稍微 你稍微 肯勤奮些 你是上到位的 當時 當時 很多上到位 都坐了管理 八十年代 因為太多有經驗 那些走了 那些就有機會上位 就是 坐了管理 你只要肯努力 是坐了 總之 這個人仍在香港 是的 還有 生活真是不錯 跟著去到 金融風暴 一鋪跟你清晒袋 很多朋友都是這樣 即 他講這些 都是香港人的經歷 是 亦都 我都 認同香港人是幾強橫的 那他所謂呢 即是新時代 那這個新時代 是什麼意思呢 還有做一個新香港人 你估計他是講什麼 一句話 什麼意思 跟大陸融合 即是你一定要 不可以不看中國因素 即是 如果你要 你如果要講發展的話 即是 你要發展你自己的話 一定是講中國因素 他這樣講 有沒有針對性 針對什麼 針對有些人 有些人不想融合 即是他 我想不是的 我覺得他是從 經濟角度 那些去看的 即是 他想 提醒香港人 我就 今次不用批判的角度 批判的 留給大家 這麼多在座各位 我就想用一個 稍為 即是 用一個 Better Hong Kong的精神 其實每個人都有 即是每個人都想社會好的 即是 我也相信曾蔭權是想香港好的 那他也有很多 很多拉斜 那 即他這樣講 其實我覺得 真的 某個程度上 在提醒香港人 你 即是不要再懷念過去 尤其 那麼多年 金融風暴之後 你真的要看遠一點 即是 看看國內 那些 你不能不看 以及全球化的看法 你要發展 即是你一定要 用一個新思維 那他沒有講得那麼實 但他也有提醒 作為一個特首 他也有責任這樣做 大概他包含的訊息 大家都很容易看到 即是中國因素很重要 新的機遇 不會一天之間 帶來財富 慢慢來 帶來繁榮 我們要將雲觀的發展時機 以及微觀的個人發展 的機會結合起來 那這個 我們每個人才能夠享受 繁榮進步的生活 要抓緊機遇 OK 即是說 新的那個 發展時機 即是 不要只停留在香港 應該大家 即是 其實我是認同他這個point 其實香港是很有優勢 在現在都還是 香港人是 很強悍 很tough 即是 如果你在香港很成功 你去其他地方都應該很成功 或者在大陸 那些 即是 作為一個特首 他提醒香港人 這件事 亦都是有他的責任 我的看法就是 即是 即是 我就不會用一個比較 即是政治 叫你那些人愛國 我們暫時都看不到 即是這個事實 即是這個現實 香港已經變了 香港和中國融合 在我們的生活方面 經濟方面 大家都會互相影響 那你就不可以 即是不接受這個事實 而 融合裡面 當然 它會有些衝突 或者可能有些 或者困難 暫時性的困難 但長遠來說 我們要接受這個事實 來發掘這個機會 讀他那段 讀出來最好 原文127段 他說十年後 我們這代人就會淡出 下一代香港人就會接上 我們要用整個國家的視野去看香港 要從這個高度去看香港 即是用這個高度 國家的高度 我們才會看得見未來 即是很清晰 香港和中國的關係 只會越來越密切 開放的中國 或者這個融合 對香港來說 可以說是一個新的機會 如果你不把握這個機會 你不能夠再適應 所以作為一個新的人 這個新時代就是這樣意思 應該是幾清晰 我就看他和董建華 很喜歡說 我們要配靠祖國 依靠內地 那些發展 那些 那個意思是一樣 不過他用的language 就好些 其實我覺得你不需要 看得那麼重 什麼新時代 新香港人 這些是口號 我告訴你 你可能很近的 你已經忘記了 新精英時代 新精英主義 可可樂 認真好東西 認真好東西 你也不知道 不是 你說 我們說 要 進入中國 整個大經濟的思維 李先生 你是商界 做了很久 要不需要他提醒你 十年前已經進入了 對 所有商界神都在做 要不需要你提 現在 要不需要你提 香港人這麼聰明 這些東西 和裏面融合 做生意 要不需要 阿哥 要不需要你提醒 我們香港人要這樣做 打工那些 我們學生都上去 我們很多病人 一無事做 不斷湧進去 找工作 找工作 老師去考國內牌 醫生去考中醫 每個人都不知多聰明 都做了 我想說 他一直在說 已經落學了十年 其實他已經在做 現在用不來總結 還叫我們 以後要看完 以後做的事 看了十年 其實呢 陳方安生那時候 經常說不好 現在被人罵 阻礙我們發展 有段時間 和朱三角融合 現在他這樣說 都不知有沒有什麼 反映 而且他又這樣說 沒有的 這些我覺得 他是要放在這裏 因為董建維 一定要放一些 祖國好 我們好 那些字眼 不過那些套語 香港人很討厭 他現在用一個新的字眼 如果你說 是真的這樣的情況 那就危險了 即是說 他所說的那套 根本是說不出 我們香港的問題 香港的問題 不是因為香港人 不懂得做新的香港人 不是因為香港人 不了解新時代 那是很危險的 如果你們了解了 在開波動 都還有那麼多問題 那現在怎麼解決 現在的問題 才是問題 糟了 連這個方向都遲了十年 才說 那就是糟了 香港人真是牙牙的苦 好了 休息幾分鐘之後 休息一休息一下 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 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 電話 28824848 網址 網址 我們都開始看到 我們大前提 似乎都已經有少少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挺嚴重的 如果你一開波 已經講出問題 其實都已經不是問題的重心 的時候 糟了 後面講些什麼呢 我們真的要好好的仔細細去分析一下 OK 好了 新香港人 剛才說新香港人和新少爺 剛才在座王興或者李興 你講的那個 那個都沒錯 我94年都已經上去做事 但這個沒錯 我看見這份施政部講的那個 其實它還有另外一個point 就是近這幾年中國的經濟崛起 是跟我們過往上大陸做事是不同的 現在它是資金 是強大的資金流下來 就不是單是我們上去做事那個point 這個只是其中一個point 你怎樣去運用那些 現在這麼強大的資金 這個要想 還有 其實你問一下 在座有很多香港人 他有很好的 就是很好的 就是那個工作的經驗和背景 他都未必肯上去大陸做事的 現在還有很多 我認識很多都是的 就是他覺得在香港 都還是ok幾點 就是我 就是 大家用不同的point 我是接受的 但是我就想 用一個 善良一點的point 去看香港 香港的未來 就是 我始終認為 特首這樣去提醒 是 對的 就是說 兩個point 就是說 香港人要上去做事 這個 這個大家知道 大家明白了 我都會 去做事 但是 另外一個point 就是 中國經濟的 強大的崛起 我們香港有沒有參與 這個很重要 參與的意思 不是說 你只是投資 你怎樣利用回香港 本身的優勢 例如 基建 例如 香港的國際機場 貨運量 是No.1 你怎樣去維持 不要太多的阻撓 就是太多政治的阻撓 去影響到 那這些 我覺得 他提出都是對的 作為一個特首 就是 真的要提醒香港人 就是 剛才已經講過 其實今次這個施政報告 是多方面都觸及到的 但是我們講回 剛才就是 我們謹慎一點去看看這個問題 那 就是 新的香港人 大家都承認 我們也看到 我們身邊很多 相熟的人 都是要上去做的 包括我所認識的 很多外國人 不懂中文的外國人 竹聲妹 中文都是不懂的 都經常頻頻飛上去 我病人裏面 很多人真的走上去 某個程度上 可以這樣說 是 離鄉別井 我給你一個選擇 你想不想 經常在上面去做 然後 很快 好像李永康的經驗 很多人在上面 都會有第二個家庭出現 為甚麼 你真是離鄉別井 我最近去過私頭之路 我看回當時的歷史 那些人一去去去 竟然才回來 這些不是一個好質素的生活 我相信你都會同意 你都會同意 我不要說香港 我在加拿大有個同學 這個同學 就是一個電腦公司 一個很高技術的人 他的生活是怎樣 每星期一到星期五 就飛去某個大城市 周末就回來 回到家 當時他在多倫多 他是幾十年都是這樣生活的 即是我都呆了 他怎會有工作 他怎會有小孩子 根本是不可能會有的 不開心 我覺得這是不是一個好的生活質素 香港人希望要求是這樣的 他在那邊沒有辦法 找多個老婆 找多個老公 在外國在上面沒有辦法 即是出現很多家庭的悲劇 我們在說的是真的要離鄉別井 才能夠生活 這是一件幾悲哀的事 那你說好 這是一個香港的新時代 沒有辦法 你不接受這件事 你就會慢慢被取締 我在家裡 我住了一些侄子 那公司說 對不起 香港的位置就沒有什麼 你上去上面去做 那他的姑丈 哎呀不要啦不要啦 那麼辛苦 買大樓給你 那不去做 即是當你有選擇 真的呀 家人是這樣的 有米就是這樣 為何要自己的孫子 沒有人這麼低一點 香港做事 大家經常見到 是呀 即是不是一個好東西 中國不是很大 中國 er 萬流萬流 在一間鄉村 there 離開鄉村 啊 我們都現在開心 其實這種事不好 真的很乖 到什麼什麼 十月一號 冲戰啊 迫迫迫迫迫迫迫回鄉下 為何不在鄉下製造就業,以讓它不用跑出來呢? 香港人,是不是很好事呢? 是否好事呢? 這是很悲哀的新時代 我們第一頁都沒說完 这些施政报告我真是第一次看的,全世界施政报告我没看过,今次是第一次看的,由提到到尾,因为做这个节目,应该尊重这个节目,我就好好看完。 我初上的表面一纳,哇,挺好的,写得很棒,什么都顾及到,香港最近发生的那些上街诉求的问题,他们都能够提出,真是挺好的,一看一看就讲中了,大棉花糖,是挺大的,人在这里,舔下去是甜甜的,一舔就融化了,没什么吃得到肚子。 好了,黄岸然说,你看久一点,这些真正正的人,看穿报告的人慢慢会分析问题,过几天之后,民调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我不知民调怎么做,是不是不断地做的,是吧,到施政报告会不会再再做的,有其他单位会做的,未必他会再重复这个,其他人就会继续做的。 好了,诺佳,容许我再补充一点点,刚才你说的那个点,都是对的,现在是正在发生的,但另一个点,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大陆经济崛起,他亦都很多资金带了来香港,即是说,特首这样去说,怎么去运用这些资金呢,去令到香港的经济, 更加强患呢,基建不是大陆钱来基建的吗,不是不是,比如股市啊,或者其他,即是,其实很多大陆资金呢,是落了来香港的,你知不知道,不是,那些是真的来做事的,即是我在太古城就知道了,初初多日本人,接着现在南韩人都多,接着现在大陆,即是我们祖国同胞多,原来那些人在香港,即是你见到他在香港,你住了, 是多了,所以有些资金是贵了,即是,即是,其实,即是我会用一个良好愿望,其实都会,即是,另外一方面,大陆经济崛起,亦都会带动到香港,即是多了很多,创造很多就业机会,这个亦都是, 但是政府怎样去配合呢,这个就是他要提一下 你看到,这个是生命生命的,他说到挺有趣的 他说放宽在外国优质的学生来香港读书 我们在大学里面,以前有界限,收外国学生不应多过10% 想着就增加到20% 其实你看到背后,你看到他的意思 我们香港人是不够人,优质的人不够 我们需要在外地,在其他国家多些吸引他 当然最简单的途径就是让他来读大学 因为由收身的框框,应该知道稳定好些 回来之后就给他多些工作机会 以前就挺难的 如果你抢一个外国的学生来香港工作 哇,成大大文件,一填到你死了 现在他就全部简化了 在学校兼职工作,全职暑期工作 就可以自由地去做,不用向政府移民去申请 这个都对的 你看到他将来的做法就是这样 一方面就是香港人才不够 所以要不断地再培训 中学读研究也不够了 现在是审议员,审议员中学不够了 要再培训,又给他三研究之余 一直做下去 不够也不要紧了 不如现实一点,快快收手 收外国学生,收回香港继续工作 背后的问题是解决什么问题呢 人口不够 老化,年轻人不够 这两天我上香港U 都不是英识大学 周围都是讲普通话 你说Undergrad就有限 早就没有限 所以多了很多人 其他大学的现象已经普遍了 其实外国人本来都是比欧美那些来的 但是如果他们要来东方 以往就喜欢来香港 现在直接去大陆 去北京,读书,交流 那就不来香港 所以现在说放班外地学生 其实就是国内学生 国内的精英是喜欢来香港的 始终生活水准好,机会好 比中国好 特首的想法就是叫他留下 看他的样子很明显 不是我们三分一老人家 四分一老人家 二十年后 就是靠他们的啦 没办法 我亦都看到 为何香港医院里面 大开方便支援 总之做些预约 给些钱 给香港生 生之后 到最后有得做的 我相信他也是想到这个问题 但想一下为何 香港人的收入来说 是在责价上给相当之高 就是在数字上 有相当的人工很高 收入不错的 但很有趣 香港人不想三十元仔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你经常想一下 我们学校 就是是不是我们 我们的教育方面 是不能够 制造足够的 所谓优责的人 的学生呢 来帮香港做事呢 不是 所以我经常这样想 因为我自己 我之前也提过几次了 在我六零年代尾的中学同学里面 百分之八十 结果都不在香港生活 不在香港读书 不在香港读大学 在我读书之后 全是在外国生活的 我经常想看看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生活质素 那就是说呢 如果 如果香港人 训练出来 百分之 当现在只有五十 都在外国走的话呢 那我相信 你大开方便之门呢 其实这个问题 都解决不了的 为什麽 那麽多香港人 退休之后 不在香港生活 很多人都不是那麽老 六十多岁 如果真的为香港做些事 还可以做的 为什麽香港这麽多不业生 去到外国之后 其实都是不回来的 那现在这个现象好些 因为以前 譬如七年代的香港 一般人的收入 和西方国家比 都是没有人来那麽高 那所以很多人都傾向 要去外国不回来的 那今时今日 其实已经 收入方面已经好了很多 那如果我们想 我们香港 一个可能性就是 香港学生 训练得不足够 数字不够 所以要去外面找 第二个问题 如果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就是 香港的学生 你训练得多少也好 结果都不在香港生活 因为香港生活 实在是太艰难了 即你要赚足够钱 而一个所谓 decent living 其实是很难的 在外国是容易很多 如果问题真正在这里 那你这些措施有没有用 是没有用的 可能内地学生 第一集来香港 容易进来 那将来他会不会去香港 不会 他将来又由香港跳到其他地方 可以这么说 香港这个问题一直重复 重复在这里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看到 香港的问题在哪里 香港为什么没有人才 为什么这么多人才走 我中学做得东西 个个都是优秀的同学 在我国做得非常之好 很高职位 有很多专业人士 百分之八十不在香港 所以这些措施 根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本身 问题本身是什么 香港的人都觉得 外国的生活 比香港更容易 如果我不是香港有特别的优秀条件 家里有钱 买一大楼给我 住住 养住我 你在香港生活 是很艰难的 所以我经常说 派些什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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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给大学生 派多多少香港大学生 都不行了 所以问题根本不在这里 所以我们搞了这么多年 整天这个方向想想想 结果就得了 整天香港更好大行动 就说 香港的问题 为什么整天解决不了 人类的问题整天解决不了 我们根本都没有搞出问题 根源在哪里 不是说收多些外国的学生 方便多些大陆的学生 来 让他们在香港不完之后 吸引了他们来 没用的 因为香港不是没有那些人 一向都出现了 但那些人不选择在香港 因为香港的生活 说真的来说 不是非常之 是困苦的 如果你要自己去做 你要很多很多年 才能买囚的 豆腰这么小的房子 那这个房子 当然两夫妻都紧紧救住 还要养多一个十元仔 所以可以解释 为什么香港人不想生 所以你要想想 问题最终最终的原因 我才能够彻底解决 所以刚才我们看报告 一开播就觉得 糟了 新时代 新香港人的特首 已经辞了十年了 糟了 但是我看下面的那些 你真的要小通体 不是一会儿 可能那些花口字眼 是误导了我们 要说 哇多正啊多正啊 舔一下都甜的 好像棉花糖 那样 那结果 根本是完全没有实质的用途 好了 帮得香港多少呢 帮得香港多少 起码减了差响 起码减了差响 起码减了些税 是啊 都是好事来的 大哥 老师你做生意 减了1%都好 哇 好计啊 是吧 放回两围都好 当然啦 但问题我们香港近好 就是说 不只是看自己 那里有多少好处 因为我们自己多少了 多多几万元一元 但是整个香港是这样的 但是儿子不知去哪里好 我有个朋友 遇到他 他一个早年在外国 读完大学 来到香港工作 他做的行业 很少大学生 所以他很快就冒升得很快 在那个行业里面 做头头 商会的主席 做得很成功 但是他分析给我看 他很担心 他自己的儿子 在外国读完书 到工程师 回来去看 他就死了 香港有什么给他做 有什么可以给他 现在他说 他公司的工厂里面 去大陆 请的那些 所谓的工程师 是很便宜的 那他自己的儿子 在外国回来的时候 除非成绩老爸的大生意 如果他有的话 你想想 一个这样的企业家 是曾经在香港 做得非常成功的 他在香港也是这样的 我听到他之后 我都觉得 这个我要回应一下 其实不会的 现在大陆的人工 你说便宜 其实如果你看到大城市 那些工程师 和香港那些 已经相差无几 你要请他都不是便宜的 现在开始是差不多 不会说 还是二三千元 你就请到一个很有经验的职司 那些不会的了 那香港根本不可能 就是说 其实香港 都有很多请国内的 那些 他人工都不便宜 都不便宜 在上面请都不便宜 就是在上面的公司 请本地那些都不便宜 这个 这个会不会发生 我觉得都 因为现在 那个通账都挺大的 大陆 所以都不会 那些工程师 不会说三几千元 或者几千元 可以聘到工程师 现在没有这支歌 就是九十年代会有 很明显 中国在所谓的工资方面 一直这样升得很快 这个是无可否否否认 我现在讲讲香港 香港做这些措施 其实背后的目的是 希望玩留一些香港人 就在香港生活 香港做事 这是最后的目的 但问题 不是因为香港训练人不够 如果我看到 那些问题 根本不是香港大学生不够 但大佬 训练出来的 去得外国 有机会走的 都会走的 除非香港有家底 买了一层大楼 每人买给他住 那些我知道 很多人回来香港的 好了 这个问题就是 还有一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支书马迹 最近我们香港没有讲 那个 Native Language Teacher 就是外籍英文人士 发现香港这些学生 这些老师 来到香港 离开的 就是那个turnover 是30%的 这是一个借鏡 我们给这些人的人工 是很高的 是很高的 但是这么高的人工 他都觉得 香港的生活质素 是不值得 赚你那几万元 用这个生活质素 而且香港是昂贵到 赚了就给了租 租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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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 当然很多来香港 很多是西扶仔 西扶仔 不是大城市 那些留得久一点 大城市那些 我认识很多学校 一来到一个月 两个月不到 就拜拜 走了 能够留下的那些 都是西扶仔 小城市那些 那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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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去看看世界 那来香港 去一下缅甸 去一下寗国 去一些这样的地方 平时 去加拿大 美国飞行 这些才对 那么来香港 就做多这几件事 接着 之后 再见 没关系 那些是说一年 三十百分比 那些问题在哪里 所以问题很明显,这种解决方法是不能解决的。 要彻底解决香港现时的生活质素, 香港的物价高度,生活的指数之高,令很多人缺步, 令很多人的前途觉得不太好。 由他身育比率,全世界大城市最低。 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去了解, 我们看看今次施政报告, 背后提出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真的可以这样说, 香港人要震。 医疗问题,老人家给他五张五十元。 有人说,写这篇文章的人, 不知是特首社, 有的人帮忙。 可能真的未曾去过去看医生, 看私家医生, 要多少钱。 那五十元,真的可以这样说。 你说是不是试金石呢? 试一下将来, 我告诉你, 整个方向都完全不表达到, 我们今时今日的香港的人, 当然特首在内, 根本是看不出香港根本的问题在哪里。 这些经济的措施, 钱多,排多些, 皆大欢喜, 每人都省多几万元, 比没有更好。 唯一有个生果金的阿公, 觉得他没有什么高度, 这些都没有给他们, 对不对? 没有啊, 当然, 大家可以看到, 为何我们香港出路, 这个节目是这么紧要。 我们希望, 真真正正下, 香港人是有机会, 好好地看看, 香港的问题在哪里。 如果我们根本看不出问题的根源, 这些所有的方案, 派一下钱, 做这些动作, 这些宏观, 说到美伦美貌, 这些这样的口号, 其实对香港来说, 真的不会有大帮助。 好了, 今次对香港有多少的帮助呢? 可以这么说, 香港现在钱多, 问题不会这么快看得出, 但是很多人都看到, 我们香港的税机本质的问题, 我们的钱的来源, 其实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要彻底改这个问题, 真是不简单的, 真的可以很多东西, 要天翻地乎, 去重新运作一次。 过程里面, 很多人都未必能够适应得到。 好了, 其实这篇文章我说, 我都花了几个小时, 慢慢地看, 我可以看到, 其实最大的弱点, 我都觉得, 他都是在一个很表面的方面, 看一个问题的现象。 他所做的事情, 都是很多, 表面是很宏观的, 但最终最终, 不反映香港特首, 真真正正了解这个问题。 或者是一个政治的层面, 其实真是很难做的, 但是不要紧要, 我们现在不是只讲政治, 我们是讲香港如何搞好它。 那这个真的要大家想想。 刚才你所说的那个, 浪灰呀, 太多利益, 我们香港都坐过不少人, 所以今天, 今晚, 容许我修炼一下, 如果不是, 还被人坐。 我看了有几样东西, 医生, 你所说, 其实今年, 这一两年, 历史上最好, 在过去十年里面, 是最好的。 在经济上表面最好。 有什么大事要做, 你就要做的。 难道经济不好的人做吗? 譬如你说, 抗货税机, 趁人们有消费能力, 你开销售税, 抗货都低一点, 他做的消费少一点, 他有力给税。 说了不公平经济法, 很久了, 很多年了, 林开波, 竞选时说过的, 不可能接受的, 一定要做的, 又没有了夏文, 这次, 没有了夏文, 我说是积极研究而已, 继续研究而已, 研究了二十年了, 十年前, 我和罗长国, 那时他做议员, 那时可以提私人条例草案, 九七前, 提过一次, 结果都提不到, 只是反对, 商界反对着, 那这个又没有了, 最低工资, 最高工时, 这些, 你不要咬它, 是不是福利派, 不福利派, 你今天不做, 你以后都不用做了, 那么好经济, 你都不提这件事, 你经济差, 你怎样提呀, 你提都没用, 你提都没用, 很多黑市工, 到时候, 你就最低工资, 黑市工要照打, 现在有少少, 那些穷人都有少少磨, 可以是吧, 不提, 这些长治久安的事, 今天是应该拿出来提的, 在这次报告里面, 是应该做的, 完全不提, 不做, 拿起来那些, 全部不等洗东西, 老人问题, 他提过了, 很大问题, 除了派医疗券, 原来也不是给他, 有没有说过呢, 长者医疗计划, 就是说那张医疗券, 长者安居计划, 更有趣呀, 拿了房协计划, 说好呀, 不是政府的东西, 那些东西都拿来说, 房协不是政府的, 还有那些是有钱长者, 才有得玩的嘛, 要给一百万才可以住, 那些长者屋的嘛, 那些东西他说了, 那又不好呀, 继续研究, 如何扩阔他, 那都真是没说咯。 我始终, 我觉得, 为何我们经常面对这个现象, 很多问题, 我们讨论又讨论, 讨论又讨论, 到结果都是, 就是, 就是, 无疾而终, 或者说不出结果, 其实我觉得解释很简单, 根本没有人看出问题的真正根源, 因此, 各个人提出的各个方案, 都有人提出的各个问题, 即各个破绽在哪里, 于是, 对呀, 听说是呀, 有这个问题, 所以, 结果大家都不动, 因为根本都没有人能够看出, 你这样做, 是否解决到这个问题呢? 我可以这么说, 大部分人都看不出的, 你这样做, 当然你可以这样做, 有这样的效果, 然后有这样的效果, 对不对? 所以, 人类常常说很多问题, 可以说是重复重复地去做, 整天都是, 德国讲字, 其实原因很简单, 根本他都不了解问题的真正根源在哪里, 看回另一个例子, 好像他发生今次说, 我们香港, 政府公务员的开支, 就要在20%上限, 以下? 就是他以下, 据我所知, 这个大概应该是全世界最多的, 对不对? 就是国民的总收入, 所以我想一下, 我们要维持一下, 全世界最高开支的政府, 其实我觉得, 有些什么做得出来呢? 好了, 最大, 还想再继续大, 没得再大, 然后, 他做了很多处理问题的措施, 都成立了很多小组, 例如家庭核生价值, 成立家庭议会, 调解的服务, 很多人争执, 争执到要打官司, 很明显, 香港的打官司, 是一个笑话来的, 你不等着那几十万, 你根本这个游戏玩都没得玩的, 所以他都看到这个问题, 都很有趣, 他说, 发展调解的服务, 由一个政府机构来, 你看看, 每一样东西所说的, 全部全部都是, 专责小组, 策略小组, 打击青年, 青少年濫药的问题, 请多些社工, 全部都是要不断有政府的机构人员, 新的政府人去插手, 这个小政府是怎样做的, 你可以看到, 根本他想的方案, 解决问题的方案, 和他自己之前的目的, 根本是自相矛盾, 根本是做不到的, 根本是做不到的, 好了, 那怎样解决呢, 不如下回再分解, 请嘉宾吧, 我想, 都还可以, 你只得手来, 都解决不了的, 不是的, 我们可以请客其他事件, 是不是, 你应该看到, 为何我们常常存事不存呢, 其实很简单, 你提出一件事, 有人提出很足够的原因, 令到你要想一想, 根本原因就是, 问题的根源都没有看到, 如果大家看到的, 很容易有共识的, 根本人们连问题的根源都没有看到, 在表面, 兜来兜去, 兜来兜去, 那么多年都是兜, 现在这次, 现在我们十周年, 我们香港人, 哎, 香港出路, 香港更好大行动, 我们节目的, 其实都很快, 十二月, 我们会正正式式, 全面有一个,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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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继续做这个节目的, 那我其实都想过很久, 到底我们这个香港出路, 这个, 这个电台, 香港更好的电台, 其实想做些, 就是想做些什么呢, 是不是, 一个平台给些人, 有机会是, 说一下他自己想说的东西呢, 那这个当然一个是, 值得做的东西, 那但是始终呢, 我们觉得, 如果我们资源有限, 我们最好能够集中我们的力量, 是做一些节目, 那节目的, 就是好像我们整个组织那样, 香港更好大行动, 香港好, 香港在哪儿来呢? 是香港人的那儿来的嘛, 那如果香港能够更加醒目, 更加看得出问题, 更加可以无私, 可以分析, 而有勇气, 或者去肯了解这个地球的问题, 香港问题, 只是每人少少走一步半步, 那么容易解决到呢? 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个讯息交出去呢, 那我们香港出路, 这个协会, 和香港更好这个电台呢, 就可以身身正正做到一些东西, 为香港更好了。 和这个是我们的mission来的。 是, 好了, 那当然, 做这个事情呢, 也希望大家多些参与, 那如果你认识一些人, 或者你自己呢, 对我们这个电台的节目, 我们的方向呢, 你是认同的, 你对香港的问题呢, 有新的见解, 也都有解决方案呢, 多谢一下, 欢迎你们多些来参与, 可以用个电邮方法也好, ICQ也好, 打电话, 那好了, 多谢你们过去的支持, 我们会继续做得更加好, 多谢